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6号 那这个影片的狗哥呢 要重点聊一下李泽华 这个呢 也是今天出现在武汉的一个突发的事件 就是又一位这个公民记者呀 叫李泽华 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他呢 是有可能在今天呢 是被武汉的警察控制了 说实话 狗哥是今天呢 才详细了解到这个李泽华 前几天呢 有些印象 但是呢 没有这个认真的关注 今天才真正的了解他 看他做的这个有关武汉的影片 也是因为有些网友在狗哥的这个影片里啊 留言让狗哥呢 关注这个李泽华 今天狗哥呢 开始关注他 但是呢 很不幸 就看到呢 他有可能啊 已经是被武汉的警察 已经控制这个情况 注意狗哥在这说的是可能啊 那到底是不是武汉的警察 现在呢 还不好下这个最后的结论 大概率应该是 先说一下狗哥对这个李泽华的总体的看法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啊 真的是很不错 呃 狗哥看他在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的直播啊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啊 有这个网友对他的评价 还有网友说他是这个大外宣的 也有人说他是自导自演的啊 中国央视出来的太能演 那这些评价大家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当初跟这个评论陈秋实是一样的 狗哥要说呀 所有的这些评论真的是很坏啊 不是蠢 就是纯粹的坏 这个李泽华呢 狗哥呢 是先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啊 中国的这个百度百科上有他的词条 大家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李泽华90后央视主持人 内容创作者 有声音语言艺术传播者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下边呢 还有其他这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 他的比较详细的一些经历啊 当然了 这个其中的一些内容呢 是李泽华他本人啊 他自己写的啊 这个呢 其实也无可厚非啊 他是这个传媒大学毕业的 播音主持专业 又在这个中国的央视啊 CCTV干过 那媒体人在这个百度百科上 建一个这个自己的词条 来推广一下自己 这个很正常啊 非常非常的正常 他的这些经历啊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这个播音主持的科班出身 从他的这个录制的影片里啊 就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学过这个播音主持的啊 因为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啊 跟普通人啊不太一样啊 然后呢 这个小伙子的形象呢 也非常好 很阳光 很青春 典型的这个 要去中国央视啊 工作的这个传媒大学的毕业生的这个形象啊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伙子 他是辞掉了在中国央视的工作 然后呢 去了武汉 要去武汉呢 做自己的这个视频节目 要记录武汉肺炎啊 这场这个中国的大灾难 所以呢 狗哥认为啊 李泽华这个小伙子真的是不错 中国的网友啊 应该都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啊 CCTV 虽然说是这个早就开始衰落了啊 从市场上讲 这个CCTV啊 他作为电视台 他早就属于这个传统媒体了 早就风光不在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 现在这个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前面傻看电视的 是不是没几个人了 即便是老年人 很多人也习惯坐在这个电视机的前面刷手机 对不对啊 所以呢 电视这种传统的媒体啊 早就不行了 这当然也包括这个CCTV啊 这个呢 是从市场上来讲 从这个经济的收益上来讲 那从这个影响力上来讲 他其实也是这样啊 CCTV早就自己明确姓党了啊 彻底沦落成为 这个党国的完全的这个宣传的工具 然后呢 就有不少还有良知的这些个媒体人 就从央视离开了 然后呢 央视呢 就彻底完蛋了 但是呢 即便是这样 CCTV 他作为这个中国的官方电视台 钱他是不缺的啊 大裤场了 立在北京的东三环 看起来还是很牛逼的啊 所以呢 也还是有很多人 非常愿意去这个CCTV工作的 特别是像李泽华这样的外地孩子啊 狗哥看了一下 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江西省平乡市 算是一个这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那他能到北京的传媒大学学习 然后毕业以后呢 进入央视做这个主持人啊 虽然只是这个农业频道的主持人 没多少人关注 但是呢 毕竟也是CCTV的主持人啊 已经是这个很多人的这个梦想了 但是呢 李泽华 他就从这个CCTV辞职了 现在去了武汉 拍自己的这个视频节目 要在YouTube这样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去报道 去记录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啊 中国的这场大灾难 所以啊 狗哥认为啊 李泽华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不错啊 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呢能够这个复若行动 而且呢 狗哥还认为他肯定是受到了这个陈秋实的影响啊 因为他在这个YouTube上发的第一个影片介绍他到武汉 就特意提到他住的那个地儿啊 就是原来陈秋实住的那个地方的附近啊 这个呢就很显然了 他之前是很关注陈秋实的 陈秋实也是专门到武汉去做一名公民记者啊 去记录去报道武汉肺炎的这个情况啊 他在武汉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然后呢 是在2月6号被这个警察带走了 进行所谓的这个强制隔离 那李泽华 他也是专门到这个武汉 也是要做一个这个公民记者 而且呢 狗哥看了一下 他到武汉的时候啊 陈秋实呢 已经是被这个武汉的警察给带走了 但是即便是这样 这个李泽华呢 他还是没有退啊 没有退缩 还是要继续在武汉 做这个跟陈秋实一样的事啊 所以呢 这个呢 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一个年轻人 而且呢 狗哥呢 还有这个特别欣赏的一点 就是李泽华 他这个视频做的非常好啊 他是科班出身 中国这个传媒大学 学习这个播音主持的啊 那视频的剪辑呢 他肯定也会 这个呢 从他做的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出来 做视频的技巧非常好 而且呢 他的一些视频里啊 这个字幕里还有英文 这个呢 就反映出来他的这个国际视野 他做武汉肺炎的这个视频 不光是给这个中文的网友看的 他也是希望这个外国的网友啊 英语的网友呢 也能够看到这些视频 能了解到武汉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李泽华啊 真的是很棒 不光有勇气 而且呢 有想法 还有这个技巧 在这个视频呢 拍摄 编辑这方面啊 这些技巧上啊 他比陈秋实啊 做的要更好 在这儿呢 狗哥呢 要多说两句 这个公民记者啊 狗哥认为在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 公民记者啊 或者叫这个民间记者吧 呃 他们呢 跟这个正规媒体的记者啊 都是很有必要存在的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网络社会啊 社交媒体的时代 只要有网络 大家呢 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啊 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东西 那跟这个正规媒体的记者比起来啊 狗哥在这儿说的是这个正常国家的 正规的媒体啊 不是中国存在的这些个这个宣传机构啊 跟正规媒体的记者比起来 那公民记者呢 可能呢会有很多的缺陷 你比如说 他们对这个事实的全面的调查能力 都会比较差啊 另外呢 呃 还很可能会这个太轻易的下结论啊 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这个缺陷 但是呢 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成为记者的权利啊 因为这是公民必须要享有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的这个天然的权利啊 像陈秋实 李泽华 还有方斌啊 他们做的这些视频 如果说从这个新闻的角度去严格去审查 那当然有很多的缺陷啊 比如说方斌去武汉的医院里拍这个殡仪馆的车运遗体的这个视频 他说呢 在几分钟内看到这个车里放了七八具遗体 那其实这个也不能就说明医院里死了很多的病人啊 如果说一天之内运尸体的这个车就来这么一趟呢 对不对啊 一个医院每天如果说只拉走这七八具的遗体 那大家说病死的患者算多吗 显然不算多啊 所以呢 从这个做新闻的角度去看方斌拍的那段视频其实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啊 但是方斌他完全有权利拍这样的视频 并且呢 他完全有权利去做他自己的这个解读 这个呢 是他的合法的权利啊 武汉警察完全没有权利 因为这个就把方斌去拘留啊 就要惩罚他 另外一点 狗哥认为啊 在中国当前的这个情况下 公民记者啊 反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说比这个正规的媒体记者还要重要啊 狗哥说过了 中国正规媒体的记者啊 基本上都姓党了 都成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了 基本上都不能报道真相了 当然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 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啊 还是有一些这个中国媒体表现的不错啊 比如说这个财新网啊 比如说财经 但是呢 这些媒体啊 实在是太少了啊 即便是这两个财啊 财新和财经 他们呢 也是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也要进行这个自我的审查 因为从本质上讲啊 他们也是这个中国宣传机构的一部分啊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啊 天下威压几乎是一边黑的情况下 那顾民记者的存在啊 就非常有必要了啊 可以说是 这个打破中国新闻审查 暴露真相的这个唯一的渠道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狗哥一直很赞赏陈秋实的原因啊 那方斌去医院拍这个视频 还有现在这个李泽华呀 这个小伙子做的事啊 狗哥呢 也是很赞赏的 其实呢 在这儿呢 大家呢 还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陈秋实 方斌 李泽华 这三位公民记者 方斌是60后的中国人 1962年出生的啊 这几年呢 是在推广汉服啊 推广所谓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陈秋实是80后 1985年出生的啊 他做过律师 也做媒体自媒体啊 李泽华是90后 1995年出生的 媒体科班出身 现在的重点呢 也是这个自媒体 那这三位公民记者 狗哥认为啊 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最强的 最有智慧的 最有行动能力的 是陈秋实 视频做的最好的 行动能力也很强的 是李泽华 看起来最有勇气的 但是呢 也最有争议的是方斌 狗哥必须要说啊 他们都是非常有勇气的人 都不应该在武汉 被这个警察干涉拘留 但是啊 狗哥最认可的是陈秋实 还有现在的这个李泽华 特别是这个李泽华 他呢 可能呢 也是验证了狗哥 以前的一个观点 这个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啊 说过一个观点 就是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啊 中国的大灾难 肯定会让相当一部分的 中国人觉醒过来 特别是中国的90后 00后的这个年轻人 这次的大灾难啊 肯定会让他们重新思考 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啊 中国到底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注定会成为 世界第一大国啊 会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的 这个伟大复兴 这次的大灾难啊 肯定会让中国的年轻人 对这些问题啊 进行一个重新的思考 狗哥知道啊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的年轻人 90后 00后的这些年轻人里啊 爱国战狼小粉红的比例特别高 因为他们从出生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顺风顺水 生活在这个中国 在一直崛起的这这么一个氛围里啊 又习惯了这个网络防火墙的存在 已经习惯用这个百度 完全不知道谷歌 所以呢 基本上没希望了 但是狗哥认为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的这些个90后 006后 这次的大灾难啊 一定会让不少人觉醒 他们一旦觉醒了 那他们的行动能力 可能比什么80后啊 70后啊 60后啊 这些以前的中国人都要强啊 李泽华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所以呢 狗哥在今天呢 也是呼吁啊 大家都关注李泽华的命运 当然了 还有陈秋实还有方斌 这些公民呢 他们完全有做这个民间记者的权利啊 完全不应该受到武汉政府的干涉 好了 这个影片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